年轻时曾经是遨游四海的帅气船长 现年83岁轻度失智的盛德爷爷 依旧利落帮客人盛红豆汤以及叫卖米糕等 这是在基隆市卫生局指导下 伊甸基金会基隆区特地和胖卡餐车团体合作 跟11位总年龄将近1000岁的爷爷奶奶合作 在庙口举办带着甘心、开心、爱心、耐心 以及用心的五星快餐车 快闪叫卖活动 吸引许多爱心民众热情买单 借此呼吁社会大众关怀高龄长者问题 也提倡在地健康老化的观念 跟我们的胖卡车联盟合作 然后希望说透过我们平常跟长辈们的一些学习 然后互动 然后可以让他们有机会 然后展现自己的才艺 然后来到社区跟社会大众做一些互动 所以我们就特别做了这个五星快餐车 那五星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大家要有甘心 有爱心 有耐心 然后还有一些怨心 然后可以去来跟我们这些长辈们来做一些互动 基隆市脉路超高龄化社会 也就是每五位市民好朋友 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者 包括基隆市议员韩世玉 施伟正 陈冠宇 以及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和准立委林沛祥秘书 和基隆市卫生局医政科长杨慧玉 以及卫生局长张贤正都来关心响应 今天向我们照顾今天阿姨阿嬷 传几天传好料的要在这里 要求我们大家的亲民朋友 做未来 党首你们做的 我们今天做的好手艺 很用心的 很温暖的 今天这个地方是我们今天是最后面的地方 不知我们来的议会 还有我们新闻律师 有几天的议员 也都来 几天大家让你们照顾好吗 好 照照顾 基隆市卫生局和伊甸基金会 都希望可以将基隆打造成为一个友善 及无障碍环境 成为一个敬老 顾老 挺老 安老的友爱城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